我們看這一集 它說乾燥的砂 倒入這個量桶裡面 砂面的顆度 這顆度 它是280 立方的公分 這個它上面會有空隙 所以這個280公分不是砂的中型劑 因為它裡面還有空隙 好,那取300立方公分 300立方公分的水把它倒進去 結果讀出來的話是多少呢? 是等於430 立方公分 好,那所以裡面的水 就是這裡的水加這裡空隙裡面的水 它是多少公分呢? 它的話呢,就是說 300 就是說 它裡面的水就是400 330 沒有,它是說呢 取300 取這個 取300立方公分的水 300CC把它倒進去 這300CC是 這裡面 包括空隙裡面的水是300CC 好 那總毒素是430 所以這個砂子 它的真正的體積是多少呢? 是430 扣掉多少? 扣掉300 這是砂子真正的什麼呢? 真正的體積 不是這280 而是這個 這應該多少? 應該是130 對 130 130 這是砂子的體積 真正的體積 好,那麼 它問說 好 這個時候的話 因為你水倒進去的時候的話 這個砂子會稍微 稍微往下掉 因為你用水沖它 用水沖它的話 這個它會稍微再往下掉一點 那這是250 離方公分 不過這個都是虛的啦 這個的話 只是說它 沉到一點的話 裡面的空隙變小而已 這個都不涉及 它真正的體積 這個砂子真正的體積就是這個 好,那我們看看 這個 他們說下列何者錯誤 我們看看A選項 細砂的體積是130 這個對啦 就是這個 真正的體積 好,這樣我們看 B選項 砂中的水的體積是150 這錯啦 因為水它是液體嘛 那液體的話呢 它的體積是固定的 就是300 不是150 這樣我們看C選項 此方法不可用來 測量奶粉的體積 這個對啦 因為奶粉的話 它性質也跟那個砂子一樣 更何況奶粉會溶緊 不行 你用水泡沖浴機的話奶粉就溶解啦 像這個砂子不會溶解嘛 這不行 這個方法不能用來測量奶粉的體積 再來我們看看 第一選項 此實驗也可以用酒精來替代水 測得沙的體積不變 這個是對的 這個是對的啦 這個是對的 現在呢 他問錯 C 喔沒有 C的話他說此方法不可用來測量奶粉體積 這個是對的 不能用來測量奶粉體積啦 這個當然是對啦 那錯的就是B啦 B他說沙中水的體積是150是錯 應該是還是300 應該300才對啦 不是150 所以錯的是B啦 這個C C的話 不可用來測量奶粉體積 這是對的啦 不行啦 不能用來測量奶粉體積 這個就要是對的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 應該選B 因為他是選錯的 所以答案應該要選B